说到卤菜,要是不提炒鸡,那人家会消化咱们好吃的不嚼。 说到人意花椒鸡,不躺着不愿着,视频后面还有配方。 看完了,你也能开家炒鸡店。 选180天三阳的小红鸡,西井多块,热肉大酱片爆发,下红缎改花椒。 卤菜的朋友记住了,干辣椒用微水泡过,又香又厨味还不和。 放点炒鸡酱入味,或者用甜棉酱加上鲜花药来代替。 千万记住要加高糖和开水。 快告诉你一个秘密,集桌泡过的时候抓紧放烟,倒了集桌就禁住了, 大火炖至半小时左右,甜膜,分别捞出鸡块和圆堂奔用。 领其锅,同江边想加花椒,炒鸡块。 大火翻炒后下圆堂。 别忘了放入鲜内的鸡血和鸡药,往火熟止。 再来袋清红辣椒,配合着三半,翻炒就可以出锅。 一份麻辣咖口,蒋香鹿鱼的花椒鸡便做成了。 学做卢菜,会吃卢菜就是这么简单。 具体做法在这里,感谢朋友们的支持。